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林冠 講到健康 一路秋天 在台灣本地 事實上就很容易取得秋刀魚 事實上吃白肉吃魚 真的對於身體 從頭到腳 有說不完的好處 那這個季節當中 除了秋刀魚之外 本地養殖的虱目魚 事實上也是非常好的食材 那怎麼樣健康生活來吃魚呢 待會兒這一集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好 今天朋友們一起分享了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 好朋友 蕭東南醫生 林冠好 大家好 再來是心臟專科的醫生 好朋友 袁明祺醫生 嗨 大家好 再來是眼科醫生好朋友 林一如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中醫師的醫生好朋友 羅沛林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柯俊年師傅 大家好 再來也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澤松師傅 大家好 好 先問一下蕭醫師 我們常常說吃白肉比較好 那白肉比紅肉好 一方面白肉是優質的蛋白質 另外一方面 白肉確實對於人體 比方說要抗發炎 心血管 有非常多的好處跟貢獻 是 沒錯 我們先來看一下 紅肉跟白肉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這兩個都是很好的蛋白質 而蛋白質我們每天 我們攝取的幾大營養素裡面 很重要的 所以紅肉白肉 事實上它的蛋白質都很好 但是呢 紅肉有些問題是 它的飽和脂肪酸 會比白肉要來得多 那當然白肉像這種海鮮類 它不是沒有缺點 白肉 海鮮類的白肉的話 它普林比較高 所以有痛風的人吃這個 也要小心 好 那這個紅肉裡面 因為他說它的 飽和脂肪酸比較高 還有很多東西 它的礦物質也很高 礦物質高呢 事實上 它就有可能會造成問題 因為那個礦物質裡面 紅肉裡面它的鐵非常的高 鐵高是會致癌的 那除了這個鐵太高之外 還有所謂的N腔肌乙烯神經氨酸 這個是紅肉裡面很特殊的 特殊的一種物質 它會造成全身造成發炎 那也容易致癌 另外紅肉的脂肪實在是非常的高 飽和脂肪酸很高 飽和脂肪酸高 高熱量 吃多了會肥胖 肥胖最少跟13種癌症有關 好 然後再來是益黃胺 假設紅肉你去燒烤的話 因為高溫 這益黃胺就是一種致癌物 那另外是 我們吃這麼多的肉 那裡面脂肪多 我們必須要分泌非常多的膽汁 這個膽汁裡面的膽鹽 事實上它是鹼性的 太多的話 因為酸鹼值改變 會破壞我們腸道菌相 反而也是會容易致癌 所以紅肉有蠻多的問題 那我要特別提一下這個鐵 我每次在節目中都會講說 紅肉少一點 要多吃白肉 事實上跟鐵有很大的關聯 那我要提一下是 鐵太多會傷肝 鐵太多會傷肝 那我舉這個例子呢 是一個40歲的職業駕駛 那他有一次他跑去捐血 結果被捐血中心退貨 因為你的血不能用 為什麼不能用 因為他GPT帶高 GPT高達150 他說你去找肝膽腸胃科 好 那這個來了之後 我們一看 這個人大概身高170公分 80公斤 BMI27.7 很壯硕的一個男生 那我跟他說 我幫你驗一下血 一驗B肝C肝都沒有 那GPT就高達153 正常值是40 他大概153 那超音波一看 中度脂肪肝 那我跟他說 現在呢 只能有兩個方法 要不最重要的是你減肥 減了以後直接會好 他就說我每天在外面走 職業駕駛在外面跑 他不可能嘛 他說那你能做什麼 我說我最後跟他講 既然你不能減肥 好 那另外一個選項 請你放血 他就有點狐疑 為什麼放血 我說因為你的鐵質太高 因為他們在外面吃便當 都是那種 紅肉啊 排骨啊 排骨嘛 對對對 每天都吃那些東西 那鐵很高嘛 我說那你放血看看好了 好 結果放血 我總共幫他放了20次 放血怎麼放法 事實上不是中醫那種放血 就像捐血 一次放250CC 那就是像抽血一樣啊 就是直接這一個針打下去 然後抽出來這樣 也就像你曉得各位有捐血過的話 就這樣一個針下去 一個血袋在旁邊 對 那個血袋放到滿 就是250 那結束之後就把針抽出來 壓一下就可以回家了 好 所以我們看了 這個人他從一開始 他的GPT153 那鐵是200多 那從開始放血 每一次放每一次放 放血鐵就慢慢下來 鐵我們把它放到非常非常的低 而他的GPT呢 也從153 逐漸降逐漸降 降到最後剩下42 他什麼都沒做 他就是放血 那就可以 因為鐵下來 就可以把GPT降到幾乎是恢復正常 那他到幾乎恢復正常 他就問我 他說 那我以後怎麼保養 我說第一個你進去的 鐵最多的食物 動物內臟 酒精 跟我們今天講紅肉 你要多吃一點白肉 然後再來是 我說你從肝功能正常以後 請你春夏秋冬 各去捐一次血 四季紅 把血捐一點掉 這樣鐵這樣維持在比較低檔 這樣才不會肝臟再發炎 蕭石我問你 他怎麼知道他的鐵過多 這是如何檢測的 我們測一個叫做鐵蛋白 那那個是抽血檢測嗎 對 抽血我們就知道說 他你體內的鐵含量有多少 因為鐵蛋白 所以有一些女生貧血 然後醫生就抽血 就說他的鐵不夠 要補充鐵劑 也是這一個重要的指標 沒錯 像我昨天有一個血紅素 只有8的 那一測鐵就2 很低 那他一問的月經量非常的大 他是缺鐵性貧血 那當然他要補鐵 那像這個男生呢 我們是跟他測 鐵怎麼那麼高 鐵蛋白含量太高了 所以跟他說他要放血下來 那傳統上我們都認為說 這個鐵 鐵是300 300以下可以 但事實上我們的研究發覺 123以上 就有可能會造成肝臟發炎 那我們一度幫他放 你看放了20次 放掉5000CC的血 總之他的肝功能就幾乎恢復正常 是 所以多吃白肉 紅肉少吃一點 所以鐵要剛剛好 就是過多過少都不OK 沒錯 鐵是過油不及 真的 那我請教袁醫師 這個吃白肉其中一個好處是魚肉裡頭富含魚油 那對於心血管的照顧來講 魚油確實是一個比較好的油脂 對 一點都沒有錯 大家認為這個魚肉是個非常好的東西 但是剛才也講過 他還是有些小小的這個Mega在裡面 尤其我們在過去的研究裡面一直說 Omega 3是魚肉裡面非常好的東西 那所以大家都要多攝取 但事實上在最近也有一些研究 尤其2018一篇研究裡頭也告訴我們說 吃魚油不見得一定是非常好 所以重點還是說給你什麼東西 你身體到底有沒有辦法去運用 這才是最大的一個重點在這個地方 我有個病人才50多歲非常年輕 那也是一樣熬夜加班吃外食 外食以後大家因為要熬夜 熬夜大家知道到了10點多你真的會餓 餓的時候現在最方便的是打個電話 那個炸雞就來了 對 炸雞啦 然後這是一杯什麼什麼冷飲之類的東西 哇這個一吃以後非常滿足的感覺 但是呢他一抽血就嚇到了 因為他一抽血的時候 我的天啊 我們嚇一跳 三酸甘油脂居然高達五六百 六百多 三酸甘油脂一旦高起來的時候 你知道非常可怕 對身體上來講是非常可怕 而且三酸甘油脂多半來講 都是飲食受到影響 你吃的太多的甜的東西 酒精類的東西 那這些這些蘆味啊鹹 太多這種東西它就直接影響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堆多的時候 一時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久了之後 你就會身體上就會產生很多問題 脂肪肝啊 動脈硬化啊 很多很多的問題就會出現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會建議說 那你要想辦法降低降低 那均衡的飲食是最好的 那這個吃一點魚類的東西 真的是可以有效的可以降下來 那有效的降下來 那也就是說我們希望說一個禮拜內 至少要兩次以上 就算像我這個非常不喜歡吃海鮮類的人 對 坦白講為了身體健康 你看這個肚子 你就覺得說應該還是值得去做一點調整 那Omega 3的攝取 雖然現在好像有點爭議 但是吃一點點無害 只要不要超過 所以我們還是有一個高等的劑量在那個地方 你只要有攝取到 我認為長期下來在我們這些年的研究跟觀察起來 還是被接受的一件事情 那接下來我們柯師傅就要來分享一個健康魚料理 師傅今天要分享的是在台灣本地 很容易取得的虱目魚流 這個是市面上現在很容易買到養殖業者 他已經幫你這個處理好的魚流 等一下我再介紹是在哪個部位 我先開始來做 我先這邊先放一點油進來 好 我們樂鍋樂油 對 然後先把一些東西爆香 這個是 好 香米 這個叫做火燒蝦 就是台南那個火燒蝦 這個台已經1400 好貴 好 我們先爆一下 師傅你的魚流有醃漬怎麼醃漬 就是鹽巴胡椒粉 然後上一點點那個太白粉 然後再淋一點香油這樣子 就鹽巴胡椒粉 然後有一點點少量的太白粉 讓它表成有一個面膜 然後有一點點香油 對 一般來講魚流 魚流這個東西一般來講都煮那個魚粥 因為它很容易斷掉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拿來油炸 油炸一條一條這樣子 它比較不容易斷 好 然後我們再把薑 放進來 我放很多的薑 好 我們現在有爆香的是 薑絲跟香菇切絲 對 然後再來是香菇 這是花菇 我用的花菇 然後一樣先把它爆香 爆香完以後 我們先把紅蘿蔔 趁它還有一點油脂的時候 先把紅蘿蔔放進來 那個紅蘿蔔跟白蘿蔔 這些東西就是說 這些根莖類的東西 都有特別的菜的味道 所以你藉由炒的方式 就可以把那個味道把它降低 好 現在爆香 其實那個香菇香也開始出來了 對 今天用的是花菇 好 我們今天配料都切絲 所以紅蘿蔔切絲 這個是筍絲嗎 這個是白蘿蔔 白蘿蔔 然後我是選擇 白蘿蔔頭尾去掉 頭尾是我自己煮蘿蔔湯 我只留中間的白芋蘿蔔 然後買兩條只把中間那個 然後切的比絲還要粗一點 因為這個等一下吃要有一點口感 所以就是切的比那個絲還要再粗一點 而且切成絲的話 它也會熟的比較快嘛 對 沒有錯沒有錯 大塊的蘿蔔要燉煮一段時間 沒有錯沒有錯 好 這個時候 我們先把這個蘿蔔放進來 因為蘿蔔它等一下就很多水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看它這樣子 好像很多 那個量很多 等一下 等一下就縮進去 因為水出來以後就縮進去 然後我放上我自己煮的這個高湯 這裡面有雞跟豬一起的高湯 我把高湯放進來 稍微給它煮一下 那這時候我來介紹一下 我們的這個魚 好 我們也來分享一下 台灣本地其實虱目魚 有各式各樣的選擇 剛剛師傅挑的是魚柳 對 然後還蠻常見的是魚肚 魚肚很多人就是 咬咬咬就直接吃了 好 現在就是我們在 尤其在傳統市場裡面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 就是專門有那個虱目魚攤 它就是專門只賣虱目魚 然後現場在那邊用那個刀子 用很好的一個刀法 然後去把分割 把虱目魚分割成什麼 像魚頭 好 魚頭 然後再來就是魚肉 然後這是魚皮 所以去台南很多人吃魚皮粥 其實養殖區域的台南高雄那邊 就是魚皮啊 魚腸啊 這些他們比較喜歡 反而北部人因為怕很多刺 北部人比較喜歡就是 選魚肚 那魚肚的話乾煎 沾一點粉乾煎 但是因為 虱目魚它本身的水分很高 如果你沒有沾一點粉的話 它很容易噴油 噴得很厲害 然後再來就是魚的這個殼 那我用的這個魚柳就在哪邊你知道嗎 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一條 背脊 背脊上面這一條 就左右各一邊 左右各一邊 那這一條的話 就是完全沒有魚翅的 所以是整條虱目魚裡面 價格最高也是它 可以修復我們的細胞 因為它可以讓你的發炎反應 不要那麼的激烈 它可以好好的就是在這個修復期 就讓這個傷口恢復的特別快 它可以就是幫助我們的健脾益氣 促進食慾 然後也可以養我們的筋骨這個部分 所以它那一個 現在很多養殖業加工業者 他提前幫你這個分拆處理的 對 所以那一種有的時候 你市面上就買到一整包 就是冷凍的魚柳包 你如果是超市的話 它是冷凍的 那如果說你在那個傳統市場 像我們都在傳統市場買 它就有專門那個攤位在幫你處理 你現場買的就是它早上才剛抓的 那個是最新鮮的 然後一般來講 虱目魚它有分就是淡水養殖跟海水養殖 另外還有就是野生虱目魚 野生虱目魚就很大 那海水的就非常大 那再來就是秋刀魚 秋刀魚其實它不是我們近海的漁業 它不是我們台灣近海這邊的漁業 它是屬於比較遠洋的漁業 最近最近就日本海 所以有時候秋天的時候人家說要吃秋刀魚對不對 都是日本進口來以後吃那個生魚片的秋刀魚 那都是日本進口的 因為台灣這邊的秋刀魚直接就是抓到的時候 因為就遠洋嘛 直接抓到的時候 它就先什麼 先急速冷凍起來 所以你去菜市場裡面買的時候 都是它一箱一箱在那邊讓你自己挑 那這兩種魚的話 其實今年 去年開始整個虱目魚就大漲價 那秋刀魚今年也開始漲價 這價格會比較高一點 那我們現在先等這邊先餵一下 那我們這個燒煮我們的 這個蘿蔔的同時請教一下林醫師 這個傳統上大家都說吃魚夠吧 幾乎 因為魚油確實對於眼睛的保養很重要 對 其實我們常常在門診看到一些開刀的患者 他們就會問我說 那回去我可以吃什麼 不能吃什麼 那我都會跟病人說 那你就吃魚吧 因為我記得我在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醫院都會有一些 角膜移植的患者嘛 那角膜移植患者 因為每天就是說 可能一個禮拜就好幾位 那同時一起開刀 同時一起就是門診的時候要追蹤 那時候就發現有一個奶奶 他的角膜移植的傷口恢復的特別好 一般人可能要住院大概一週 那確認他沒有排斥啊 沒有發炎 然後那個角膜細胞全部都長齊之後 才可以放他出院 那他大概兩三天 我想到他年紀也不是特別大 難道他拿到的角膜特別好嗎 我就問他說 你恢復得好好 你怎麼體質這麼好 他就跟我說 因為他住院期間 他就請他的家人 每天燉魚湯給他吃 那所以就是說 其實魚肉 魚肉裡面有很多那個 Omega-3 那Omega-3 因為它是可以修復我們的細胞 幫助傷口的修復 那因為他可以調控發炎反應 像這種就是器官移植的這種 他可以讓你的發炎反應 不要那麼的激烈 那可以好好的就是 在這個修復期 就讓這個傷口恢復的特別快 那也有人問我說 那是不是要吃魚眼睛更好 因為這個好像有人就說 什麼以形補形 吃眼睛顧眼睛 那如果你只吃眼睛的話 你吃到白白的那一顆硬硬的 那個就是魚的水晶體 它就是一顆蛋白質被煮熟之後 就沒什麼養分了 那旁邊那個水晶體旁邊有些 軟軟爛爛爛的這種 它就是魚的玻璃體 那玻璃體裡面 大概就是一些膠原蛋白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吃魚 保護身體保護眼睛的話 你是要吃魚眼睛旁邊的那一坨脂肪 因為那真的是魚油 對 它的Omega 3都在那個脂肪裡面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很在意 就一定要吃眼補眼的話 請你把魚眼旁邊的那個脂肪 全部都一起把它吃乾淨 好 那我們師傅這一鍋湯 這個軟化了蘿蔔 這個蘿蔔稍微你看剛剛這滿滿的 然後現在稍微開始有一點軟的時候 這時候放進來 稍微給它攪拌一下 然後呢 我們再把剛剛就是醃製好了 這個魚柳呢 把它放進來 整個把它推進來 所以我們基底的配菜 先燒熟 然後燉軟 那因為魚肉熟成的快 所以這個時候整個把它鋪上來 對 這個時候我們再把這個魚肉鋪上來 一般傳統這種做法 它是魚怕它就是變形 所以它會先油炸以後再去做 然後這時候我們先把它調味一下 我們先放一些鹽 我們所量的鹽巴 先放一些鹽進來 然後呢 我把一些 好 著亮的辣椒 對 把一些辣椒放進來 先把這個魚先把它燜熟 等一下再來放其他的 好 我們蓋上鍋蓋燜它的同時 請教一下這一個羅醫師 中醫怎麼看這個虱目魚 那中醫的話 因為虱目魚的話 它是一個比較平性的一個性味 然後它可以幫助我們的健脾益氣 促進食慾 然後也可以養我們的筋骨這個部分 那我之前有一個男性的病患 他是76歲 他本身沒有什麼三高 或是特別慢性的疾病 基本上身體還滿健康的 那他有一天突然就開始頭暈 嘔吐 然後走路有一點就不太不穩 那家人就帶到附近的診所 那附近的診所就說 你這可能是小腦循環的問題 就幫他開了一些藥 然後吃了藥之後也沒有改善 好像症狀還變得比較嚴重一些 所以那個家人就把他送到大醫院 結果大醫院就照CT一檢查 他是右側的一個 涅側跟頂側的出血性的腦中風 就照到一個大血塊 那但是還好是他出血的位置 其實並沒有影響到他正常的功能 所以他沒有那種很明顯的那種神經症狀 那因為他出血 就他出現症狀到發現 其實已經超過一個禮拜了 那醫生就覺得說 也不需要積極的去開刀 就讓他住院 然後就是可能觀察 控制一下 不要讓他再度出血 然後之後他出院之後 就還滿幸運都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就帶來做調養 他就問說那中醫可不可以 因為他出院之後一直都很試睡 然後胃口也不好 然後吃得很少 那他說中醫可不可以調養 那像這樣子的出血性腦中風的病患 其實他不能用森補 他雖然很試睡很累 可是如果你用森累的話 血壓會高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他如果用一些比較活血 四五八針十全這種有當歸的 又擔心的話會再出血 所以我是幫他用一些比較平補的 就是比較補腸胃 像是白竹 山藥 還有像神曲 這些比較開腸胃的 然後再來的話 老先生他本身就是台南人 然後他就是有 他家人就說那可以吃什麼東西 我說吃魚其實還滿好的 知道他很好消化 那因為他台南人很喜歡吃虱目魚 所以家人就幫他煮了很多的魚湯 幫他調養 那之後其實狀況一直都還滿穩定的 調養的也都還不錯 好 同時間我們師傅的這個魚柳 現在對 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是快要熟了 然後這時候我們再把一些其他的配料 像胡椒粉 我們把胡椒粉放進來 然後呢 準備了一些蒜頭酥 蒜頭酥放進來 把蒜頭酥也放進來 然後再把蔥花 蔥花撒上來 然後淋上香油 然後再燜個一分鐘 這樣就可以 好 把他燜熟 我們就可以來試吃喔 真的是非常好吃 因為我以前非常怕魚刺 柯師傅一講說這個是魚柳 沒有魚刺我就非常的開心 有一首歌叫做 《阿爸的薩白魚》 裡面有一段話說 無論薩白魚 世界好煮味有多甜 也是讓人欠太多幼稚 那個刺太多了 我小時候五歲的時候住在台南 我去吃 因為台南很有名 薩白魚麥嘛 就一吃 吃到了 到俄比喉科去搞了大概半個小時 眼淚鼻涕一直流 從此不吃魚了 但是今天客師傅煮這個魚 讓我知道說原來 虱目魚是這麼美味 魚真的是全身都是飽 特別是來講 虱目魚的話 剛剛林醫師也提到 這魚頭 其實他EPADH非常多 那這個不飽和脂肪 這樣對人很好 魚骨頭裡面非常多的鈣質 內臟的話有維他命D 那魚皮的話 維他命A B1 膠質 對皮膚什麼 眼睛也都很好 那魚肉呢 是有非常高的蛋白質 剛剛一直在講說白肉比紅肉要來得好 所以我們要特別提說 我們對蛋白質有一個特別的一個評估 他好或壞 叫做蛋白質的淨利用率 就是Net Protein Utility 那這個淨蛋白質利用率呢 這個牽扯到說 他好不好吸收 那他的本質好不好 因為我就想到 我小時候跟著長輩呢 去醫院探望病人 一定帶一鍋魚湯 後來長大呢 我在醫院當作業醫師 看病人來探望 有家人來探望 也是帶一鍋魚湯 顯然這個魚湯有特別的好處嘛 原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所謂的蛋白質的淨利用率 蛋的話淨利用率是90 接下來就是魚 魚到達83% 那牛奶呢 百分之82 牛肉80 那以下當然就是甘薯 這些其他的食物 這些蛋白質類 我們看魚跟牛肉 事實上是83跟80之差 差不多 可是為什麼魚這麼受歡迎 魚肉跟牛肉差太多了 牛肉你要咬的話 對一個生病人來說有點辛苦 可是魚肉本身比較鬆軟 所以感覺起來 這個烹煮起來 吃起來 病人的感受非常的好 所以難怪這麼受歡迎 所以說 而且我覺得老人小孩 牙口不好的 他消化比較鬆軟的蛋白質 魚肉也比較容易 沒有錯 對老人家 對病中的人是這樣 這個就是 在水中的生物 跟在陸地上的不一樣 陸地上 因為他對抗DC引力 他肉要接血 他的肌肉組織就不一樣 對 就是很堅硬 你要牙齒要咬很久 但是魚肉 因為他在水中有 所以他的肌肉本身比較鬆散 對老人家跟病中的病人 確實是比較容易 真的 那我請教這一個原醫師 我剛剛講說吃魚 除了對於比方說血脂肪 或者三酸肝油脂 比較高的人來講 是一個比較好的 調養的食材之外 對於在台灣來講 其實也蠻多 高血壓的患者來講 這個也是相當好的優質蛋白質 跟維生素礦物質的營養來源 一點都不錯 其實剛剛講 魚在水中有很輕鬆 我們人也是 生活要過得很快樂的時候 就要很輕鬆 你很輕鬆的話 你的血管就不會緊繃 你的食材 你的東西 會影響到動脈硬化 但是如果 他即使在食材吃得不好的時候 如果你的心情可以放輕鬆的話 血壓也可以蠻平靜下來 血管心情一旦平靜 血管就會放鬆 血管會放鬆的話 他走到動脈硬化那個步驟 就會減緩 那我們再次強調 一個動脈硬化的過程 大概是十幾年 二十年的時間 所以你有很多時間 可以去調整 盛取你的食材 盛取你的一些飲食 來講的話 會對你有很大的幫忙 常常會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天啊我血壓太高了 那為什麼 那是我們統計出來的 所以WHO 國際衛生組織會告訴你說 好像130 70是個非常理想的血壓 因為他們做了 全世界的大規模研究之後 說這樣子的血壓 在十年後 你去研究這一群人裡面 他發生中風的機率 發生心肌梗塞的機率 就會比我們這種 可能少很多 但是 是不是這樣的人 就一定不會中風 還是會 只是比例 他會在統計學上面 有很顯著的差異 但他不見得一定是 所以常常有人問說 我是不是要堅守這個血壓 就變成來治療數據了 那我們建議千萬不要這樣子 我們建議血壓是參考 你當下身體 到底是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大家就可以聽懂了 有個阿姨 60多歲 剛剛好很快樂的一個人生 小孫子也剛出來 但因為家裡頭有小孫子 那這個老公經常對孫子的方法不太一樣 他一急一躁 哇 那個血壓就飆起來 看到誰就不順眼 所以他平常沒有吃藥 沒有做任何事情 血壓到120 130 非常愉快 但是當他一發脾氣 一怒的時候 尤其最近有些政論性節目 就衝上去 衝到多高 180 190 很危險 血壓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你平常的時候 你一刺激 你要有反應 我們希望你伸上去大概230左右 舉例來講 你現在平常血壓是120 130的話 當你發脾氣的時候 我們反而希望你有反應 我們希望你把它伸到130 140 150都可以接受 但是你不要殺不住車 你的腹交感神經 要想辦法做煞車的動作 你殺不住的時候 風一下衝上去之後 180 190 砰就爆炸 所以他跟所有人講說 我沒有高血壓 我沒有高血壓 但他殺不住車的這種情形 我們一樣視為一個 非常高血壓的情形 而且180其實很危險 非常危險 不小心就可能突然腦中風了 他的血管 尤其是如果他今天不吃太多魚 不吃我們跟他睡這些東西的話 平常不怎麼去運動的時候 他的血管就會變得比較 沒有彈性 脆一點 所以當他在第一 在一般血壓的時候是OK的 但當他一旦血壓高起來的時候 那個血壓 哪個地方就裂掉 最常裂掉的就是主動脈玻璃 就是血管哪個地方破個洞 啪 血跑出去 主動脈玻璃 那再嚴重一點 當然是腦中風 心肌梗塞等等等等 所以大家看血壓的時候 我們還是建議自己養成習慣 早上起來 我通常說的早上起來 就是早上吃完早餐 睡個覺洗完牙 吃個早餐很舒服的時候 跟晚上睡覺前 那這時候洗完澡很舒服 當作一個基礎血壓 那一整天當中在隨機的 譬如說做完飯 罵完小孩 跟老公吵完架 兩個血壓 那當時記錄一下 只要大概三天到五天 甚至一個禮拜的記錄 我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你的血壓起伏是什麼樣子 你受到什麼刺激的時候 會有起伏 所以我再次強調 第一個血壓要有起伏 對事情你要有反應 那麼不要去治療數據 那一定要給我們多一點的參數 讓我們來可以了解說 到底你在什麼情況下 會有什麼樣的情形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藥 那這個藥 到底有沒有幫到你的忙 去控制你的血壓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請教林醫師 臨床上你們也會遇到 很多這一個患者 他心裡會有一個疑惑 如果他的血壓高 是不是眼壓也容易比較高 或者比較容易飆高 對 那其實我們是 有病人會問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其實眼壓跟血壓 它是不同的系統 不過其實他的症狀 有時候是很容易被混淆的 因為我就有在急診 遇過一個病人 那他是70歲的男性患者 那因為他本來就有 高血壓的病史 然後他就是在晚上 可能就是看完電視 然後比較疲勞的一天之後 他準備要睡覺的時候 他突然間頭很痛 然後就是越來越痛 就爆痛這樣子 那因為他想說他已經有吃過血壓藥了 那他就還是很緊張 因為他很害怕自己會腦中風 那家人也很緊張 因為他已經 症狀已經痛到他吐 就他整個是嘔吐 然後半邊的頭痛 那後來就送到急診來 那急診當然是先看到 這樣是先做一些基本的檢查 他發現其實真的血壓也還好 雖然病人本身很害怕中風 但這個症狀其實就很像眼科的 急性青光炎的這個病灶 那所以就匯著我們眼科 那就一量之後 眼壓正常是20嘛 這個那個老先生 他的眼壓高到60幾 對所以他眼球 這個後面真的是 已經要爆炸的程度 那我們就趕快幫他打一個 降壓的點滴 降眼壓的點滴 那他就整個大概半個鐘頭 然後之後他眼壓就慢慢降下來 就後來就恢復正常了 那為什麼會有眼壓高的症狀呢 那眼壓高的原因呢 其實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你本身眼睛的結構的問題 可能你就在某一個情況下 譬如說像在暗的地方看手機 這個環境就很容易讓眼壓升高 所以要是你的眼睛 本來就有一些驚人失衡 在某些情況下 你的眼壓就會升高 那眼壓升高之後 他就會壓迫到我們的視神經 這個就是要清光眼 那有些人他是因為用藥 譬如說有點一些類固醇的藥水 或是吃一些類固醇的藥物 眼壓也會高起來 那第三個就是我還會問病人說 你家族裡面有沒有人有清光眼 因為你有帶這個體質 像剛剛寧官講說 我們身體就很多那個 眼睛很好奇 對 基因都是帶來的 說穿的都是媽媽給的 所以呢就是說 如果你的爸爸媽媽有清光眼 所以你也整個家族 你也都要檢查 看你是有這樣的傾向 那第四個當然就是用眼過渡 那這邊也要提醒就是大家 就是說其實眼壓就跟血壓一樣 它是會浮動的 它不是說你今天量一次低 正常它就是正常 那另外就是說有些清光眼 它的眼壓不會高到像剛剛我們 講的那個案例它會痛到吐的 其實大部分的眼壓高都是慢性高 微微的高 你甚至一點感覺都沒有 所以如果說你假設你家族有清光眼病時的 或是說你懷疑自己 然後眼睛長長長的是不是不太疏 就是說覺得有點怪怪的 那就還是要到眼科這邊來做一個 眼壓的測量 這才是最準確的 那接下來我們澤松師傅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大家這個季節來燒這個秋刀魚 對 我們先把它一鍋 我們先把它預熱 我們幫我們秋刀魚把它下鍋先把它煎一下 直接秋刀魚把它切斷 對 我把它切成三段 好 所以魚頭魚尾跟中間的魚腹 那這個直接讓它煎一下 對 直接讓它煎一下 就它裡面含著一些像維他命E DHA EPA 這些比較高 那其實這些比較高的話 它是可以預防我們的一些動脈硬花 血管硬花的一些疾病 然後也可以顧心臟 心臟要很用力 才能把它血擠過那個窄門 有一道力道 就會讓那個血管好像變成膨脹 所以很容易這個主動脈瘤產生 那我們今天已經 現在已經步入秋冬了 所以秋冬我們吃這些 虱目魚 或者我們今天的秋刀魚 都是它最肥美的一個季節 那我們今天搭配的一些是 秋冬我們常常會看到的 栗子的食材來燒它 好 我們給鏡頭看一下 這個季節有的時候 傳統市場 超級市場 也買得到栗子 師傅 你這個是生的還是熟的 其實這是半熟的 我們在超市 我們可以把它冷凍的栗子 回去不用剝 其實非常的方便 好 然後我們用另外一鍋 我們一鍋在煎這魚的同時 我們來炒它的配料 那配料呢 栗子 我們就像我們做佛跳牆一樣 我們下鍋先把它煎 讓它上色 那栗子才會香 所以我們稍微給它大火進來 讓它拌炒一下 好 栗子其實它本身也是 這一個堅果種子之一 所以它的油脂含量也是豐富的 但是也是好油 其實秋刀魚的魚油也是很豐富的 對 其實小孩子啊 你可以讓它多吃一點秋刀 而且秋刀魚 其實說我們在傳統市場或超市 它的價格是 一年來說是很平穩的 那秋天的時候 怎麼敲這個秋刀魚呢 其實你看它眼睛要比較明亮 這裡 對 眼睛要明亮 就比較新鮮這樣子 秋刀魚是肚子會比較飽滿 就代表它比較肥 對 所以其實常常是10月11月 天氣比較冷了之後 它又便宜 然後又比較肥大 對 又比較肥大 然後油脂含量相對就會很高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栗子 稍微拌炒一下 我們把我們的香菇 把它下鍋 好 然後這時候我就把蒜蓉帶進來 好 蒜蓉一樣爆香 對 然後薑片 薑片 然後我今天多加一點辣椒乾 來一個提味 好 就是辣椒大家自己看可 對 可以蒸鑿 蒸鑿 好 然後現在這個鍋子裡頭 這個香料都讓它爆香 對 都讓它爆香 然後這時候我們把他們的魚 稍微把它翻一下麵 稍微煎得恰恰的 我們稍微把它翻一下麵 然後因為秋刀魚魚油多 所以你看它鍋底也逼出一點 它食材自己帶的油 對 這個秋刀魚的魚油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不用去 不要浪費它的魚油 像這種比較像是 比如說蒼魚 或者是秋刀魚 像這樣子的魚 它比較沒有什麼零片的魚 其實你不能太大火去煎它 它皮不容易破掉 對 有點耐性 對 然後好了 我們的配料炒好 你看我們的栗子就有一點微焦 對 這樣香味才會釋放出來 而且把它的水分把它釋放出來 然後這時候我就把它倒進來 因為我們待會兒要把所有的食材燒熟 對 然後我們把它蓋在我們的秋刀魚上面 然後這時候我來嗆一些米酒 好 米酒可以去腥 可以提香提味 然後我來一點點醬油 好 然後這時候我要先加一點點水 水不要太多 稍微加一點點水 讓它有一點點可以去導熱的一個效果 然後接下來我會加入我們的蠔油 好 這個米酒 醬油 蠔油 那這個看你的食材灼亮 那少量的水 對 然後少許的糖 好 緩和一下它的鹹度 然後我們的烏醋 好 烏醋 帶一點點酸酸的 比較開胃的一樣的口感 然後最後我們再來一點點的胡椒粉 然後我們讓它燜煮一下 好 上他的同時請教羅醫師 中醫怎麼看這個季節的秋刀魚 這個食杰如果去日本的話 你會看到它有一個招牌 上面很多招牌都會寫食欲之秋 那食欲之秋的話 它代表說秋天的話 因為夏天胃口不好 然後秋天會胃口大開 然後為了你冬天的一個營養 就能量的儲備做一個準備 那你看食欲之秋下面 它會推薦的食材 一個是松茸 一個就是栗子 然後再來會常見也是秋刀魚 那因為我的爺爺 我爺爺奶奶他們是受日本教育 然後他們很長一段時間 他都是住在日本 然後是退休之後 才回來台灣跟我們住在一起 那我爺爺他本身是西醫師 然後他特別 就是他有研習日本的那種飲食習慣 所以他很喜歡吃秋刀魚 那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們家餐桌上很常就會有秋刀魚 那我爺爺吃秋刀魚的時候 然後他會整條魚連魚的內臟 就那個苦苦的那個地方 魚腸魚內臟他都一起吃 他說那個是魚的精華 然後那因為我爺爺本身有抽菸 他是有一個他是飲君子 然後他說這個魚的精華 對他的身體還有對他的肺 是特別好 那秋刀魚的話 就是我們講說像是內臟 魚腸苦苦這個地方 他有什麼比較特殊的地方 就他裡面含的一些像維他命E DHA EPA這些比較高 那其實這些比較高的話 他是可以預防我們的一些 動脈硬化 血管硬化的一些疾病 然後也可以顧心臟 日本人他們在吃食療上面 其實還蠻講究的 他們不管是吃烤魚或是煎魚 他們會配一個蘿蔔泥 就像這些比較油炸或是烤的東西 其實是比較上火比較燥熱的 他配了蘿蔔泥之後 一個我們蘿蔔它是一個潤肺 它一個清熱 它可以去平衡一下它的造性 那在秋天的話 它對我們的呼吸倒是非常好 好 同時間我們看一下師傅 師傅這一個鍋要把魚跟栗子燜熟 然後悶入味 然後悶熟 然後我們稍微就是晃動一下鍋子就好 你不要一直去動這個魚 讓它在裡面不要觸到底黏鍋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會搭配一些像是青辣椒 然後讓它有紅紅綠綠的 看起來也賞心悅目 然後最後我淋上一點點香油 然後撒上冬天的這個蔥花 然後我們等一下可以來試吃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前者的味道真好 其實對我來說 我是一個很怕魚腥味的人 我剛剛講我小時候都不敢吃魚 只不過加了這個辣椒油 好像那個魚腥味是去掉的 那想不到秋當魚還是這麼美味 特別是配上這個當季的栗子 跟香菇以後 我還真的願意去開始試試看吃魚 謝謝哲聰師傅 我想我們很多的觀眾朋友 很多小孩子 小朋友不吃的 可以試試看這個料理 真的會比較開胃 真的味道很好 如果我們今天講魚類 特別是講到這個秋刀魚 那秋刀魚啦 金魚啦 青魚 特別要提 因為他們的EPA跟DHA 真的非常的高 這些不飽和脂肪酸 對眼睛對腦部都很好 我們看我們現在 以這個秋刀魚 每100公克 鮭魚大概EPA是975 秋刀魚就到1665 那假如是DHA的話 鮭魚是1311 那秋刀魚到2901 事實上他是倍數成長的 所以他的這個好的不飽和脂肪酸 對於我們的健康真的幫助非常的大 那特別我要提到的是 在中研院 我們潘文涵教授 他做了這個研究 你假如是不喜歡吃魚的 就一個禮拜吃不到一次的 那麼長期看來呢 你得到這個失智症的風險 是千分之25.7 可是假設你每個禮拜攝取超過4次 你就降到17 千分之17 假設你魚加上茶葉的話 一個禮拜攝取不到一次 那你失智風險是千分之24.1 假如吃超過4次 馬上降一半 甚至要千分之12 所以魚跟茶葉 事實上對於預防失事是有幫助的 那我要舉個例子 我們家中的長輩 一個83歲的老太太 他從小就不吃水果 那他很年輕就一直有便秘的問題 結果他大概70幾歲開始 就出現巴金森試症 因為便秘的人 他會吸收很多毒素 會影響到腦部 結果巴金森試症開始呢 行動不便 便秘更厲害 那有一次不小心 然後有些人手會一直抖 或者很容易跌倒 對 他後來呢 就是因為跌倒 跌倒以後就骨折 骨折就跟不良於行 然後吞咽也有困難 然後吸入性肺炎 住院這樣幾次折騰下來 開始失智了 開始失智了 所以這老太太我們再去問 再問下去 他除了不喜歡吃水果之外 他從來不吃海鮮 所以或許他假設呢 可以多吃一點這個魚的話 那水果當然多吃一些 可以避免他得到巴金森試症 也可以避免他得到失智 所以我想中研院這個研究 真的是告訴我們很好的一個 飲食的教育 這兩個很重要的東西 一定要吃 而且原醫生要提醒大家 失智的患者事實上往往也有心血管的疾病 對 因為失智症的原因 你要想辦法去找 很多事當然是腦子自己就萎縮 跟剛剛講的食材選擇 但我們心臟科比較在意的是 主動脈的狹窄 主動脈狹窄 以前在很多年前 30多年前的時候 是風濕飾飲心臟病 他很容易侵犯主動脈那個瓣膜 那個瓣膜本來應該是 打開關起來 打開關起來 他突然間就整個就硬掉了 硬掉後這個瓣膜就打不開 主動脈瓣膜如果打不開的話 會造成兩個可怕的現象 第一個 心臟要很用力 才能把血擠過窄門 一擠過窄門的時候 有一道力道 就會讓血管好像變成膨脹 所以很容易主動脈流產生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血因為打不出去 你進到冠狀動脈的血就會少 所以在主動脈狹窄的病人 常常還會有心絞痛 莫名其妙心絞痛 你一直以為他心臟血管有問題 但事實上他是心絞痛 第三個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因為血打不出去 血打不出去的時候 到腦部的血液循環就不夠 到長年累月下來 你沒有去處理的時候 腦部的血液循環不夠的話 腦就會快速地就開始萎縮 因為缺氧就開始萎縮 所以他失智症或是退化的情形 會更快速地去進步 那當然退化性的半膜病變 到底是什麼原因 沒有人知道 就是老化嗎 很多人說那就是老就是老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就不老 為什麼我就天天要老 所以我們還是非常強調一件事情 今天我比較在意的三酸甘油脂 因為三酸甘油脂 真的是我們可以改善的東西 所以我再次強調一件事情 總膽固醇有時跟體質 與生巨來是有關係 但是你選擇食材上面 總是可以把它有效地 給它管控下來 管控下來的話 選擇個精緻的 經常吃點Omega 3的東西 或是均衡的飲食之後 你身體老化的目的 可能就被管控的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說三酸甘油脂 它跟吃的食物食材比較有關 有關係 太甜的啦 太甜的啦 酒啦 或者精緻澱粉 或者這個 比方說 你很愛吃和牛這種東西 好 這種吃多了就容易拉高它 但是相對 如果你吃比較天然食材 那比較多魚肉好的白肉 那它可能就會被壓低 它一定可以被壓低 因為所有的證明都是說 你只要一改 我們今天的節目也講了很多例子 就是說你只要一改變你的飲食之後 你抽血出來真的就下來了 下來以後統計起來 還真的是很有效果 所以這樣的話 當然就可以改善 那這是真的可以非藥物 就可以改善了很多東西 所以也不要永遠就是依賴藥物 健康食品 反而是在食材裡面 認真的去做 認真的選擇 反而是很好的選擇 好 謝謝袁醫師的分享 跟丁玲也謝謝我們這麼多 好朋友的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譜 跟做法也都會PO在年代 Match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 還有Line跟Telegram的官方帳號首頁 那影片也會上傳YouTube官方頻道 歡迎觀眾朋友掃描QR Code 歡迎大家訂閱跟收看 那健康好生活我們下次同一時間 準時再見 謝謝 拜拜 謝謝 谢谢大家